Hello大家好,我是悠悠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柯南第968到969集 被掳走柯南 直接标题搞事情了 谁这么大胆 居然要掳走柯南 近不近明儿个就去你家拍两截 开篇就是一个高能小黑 一声枪响之后 小黑掉进了一个大洞 大包包中的钻石闪闪发光 一个劲儿往外冒 这不都是彩转的 赶紧捡起来 吹一吹还是干净的 镜头转到了一个仓库 一个眼睛男正在悠闲的泡着咖啡 仓库大门外是木木带的搜查衣客 疯狂撞门 冲进去的时候 仿佛看到了毛利大叔的声音 眼睛男名叫英曲 木木说这是个抢劫犯 警员们脸问他的同伙和宝石的下落 开门就是山之内味 而且长得也好像毛利小五郎呢 木木继续解释说 英曲和同伙在前一天晚上 冲进了一家宝石店 抢了三个一的宝石 你的同伙是内海吧 英曲当场生计说我和他不是朋友 你说我去抢劫 那监控摄像头拍到我的脸了吗 既然没有那就跟我没有关系 早早的坐在那里的毛利大叔冒了个炮 原来又是沉睡的小五郎啊 开口就说跟你关系大了去了 你俩去抢劫的时候 虽然没有拍到你的脸 但是你留下了最重要的阵线 还没有说完 英曲直接挤枪下去 头地上的木箱掉下来 毛利大叔直接被阵醒 柯南不管岳父到处逃窜 不小心撞到了英曲 搬管几下后高科技手表撞到了强主 所以了手机和侦探必章也掉了 毛利木木的人看到了柯南 关系着急的叫他快过来 但是英曲有枪顶着柯南的头 开着飞车把柯南当人质给带走了 看得出来英曲应该没有恶意 还给柯南绑个安全带 因为柯南个子太小了 安全带也没有用 柯南直接在车内蹦地 木木连忙下力封锁要大 毛利大叔气得脸都黑了 毛利大叔经过木木警官的陈述 才知道原来他在睡着的时候 不他在陈述的时候 小五郎退役的时候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但是现在女婿的安全最重要啊 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出 毛利对自己身体状况很熟悉 也就是说他极有可能是知道柯南身份的 这边英曲的车来到了路口 前面路口要盘查 根本没有办法横冲直撞 木木带着毛利大叔来到宝石店 老板岛经说自己是在快打样的时候 把新的宝石运送过来的 每一件宝石都价值五百万 总计过亿 宝石店的采购人员表示 采购到地的环节都是保密进行 不知道这次是什么时候走漏了风声 毛利大叔开始为店长找线 说可能跟运输交通接触的人有关是吧 毛利转头对木木说 你家小子有消息了吗 木木遗害的说 还没有 毛利大叔说 只能先调查案件的线索了 其他的只能交给高木和千叶了 话说那个邱明山女车神去哪了 有她在的话 说不定能追上英曲的车 柯南坐在英曲的车里 丝毫没有当人质的自觉 还特意提是英曲路线 还说自己系的很多路 你可以从那边过去买东西 柯南直接问你是想买神梯吧 咱俩命运一撞的时候 不小心给你撞掉了 虽然不知道你要干嘛 但是本神可以带你去买新的 英曲往后起诉倒车 柯南直接按下按摩带 打开车门就溜了 还顺走了一个写着心悦的小布箭 一顿骚操作不得不让人服气 柯南边跑边解开绳子 问题是刚才那么快的车速 柯南居然没有一点磕着碰着 柯南来到了城镇 到处的商店都没有开门 也没有公用电话 柯南跑到巷子中 没想到正对上赶来的英曲 几经过折之后 柯南坐在了地上 看着碎了的手表心碎成的渣渣 英曲一个烟头扔过来 柯南被吓一跳 哥就算是死人在这种情况下 也得找个地方躲一躲吧 那么宽的事业 直接一枪就能把你解决了 英曲身手问柯南要东西 柯南不情愿地把那个心悦物件还给他 随后又来到了熟悉的吵架 柯南又被绑住带上了车 柯南说刚才的火柴 自己并没有看清 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 自己也不会跟别人说你的事的 柯南不仅动直隐心 还小质一里地说 你带着我不方便 因为你看着既不像我爹 也不像我哥 看起来就像个人贩子 柯南像个话牢一样 继续说你最好还是换个车吧 这样好一点 要收警方的通讯再好不过来 这样就能够知道警察在干嘛了 英曲听着这个话牢 一直巴巴巴的扭头给柯南开了一下 主角死一话多 门一弯 全去说好了好了 散了散了啊 等等 柯南还有救 主角光环时间倒流 剧情再来一遍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败者时辰 柯南差点被击中 英曲直说你给老子闭嘴 刚长的嘴妈一直巴巴巴巴的 你再说就把你抓后皮箱送到那 柯南被绑得严严实实的 一脸生无可怜等着英曲换车 英曲效率很高 从车到车牌都换新了 柯南推测英曲现在并没有带宝石 就是打算带着他去找同伙 但是柯南又想到英曲说 内海不是他的爱博 迷茫的柯南跟着英曲来到了一座独栋楼 你要跑我就开枪 英曲带柯南来到了房子内部 两人来到烟囱前名下 英曲说自己打算买神匹的 但是现在有你在就不用了 柯南看着烟囱突然感觉大事不妙啊 如果英曲是想要柯南爬进掘到宝石 毕竟又省了一笔买梯子的钱 划算 柯南线索警方一点都不知情 毛利着急忙慌要找到柯南 警方只能扩大搜查范围 木木接到电话是侠去警察打来的 说宝石店的店员删入已知失踪 现在只能去现场看看情况了 柯南跑到烟囱里才发现自己的手表坏了 同时英曲对他说你要在三分钟之内回来 不然就把报纸点燃了丢进去 柯南只能照办 毛利到时候木木来到宝石店 发现山路的包包里有剩下的宝石 但是迷糊的是 真的要偷宝石还会留下三颗 店长之前还说五百万一颗啊 柯南已经到了烟囱底部 东庄兴望发现了英曲实体 柯南想起这正是另一个同伙 内海 还有散落一地的宝石 柯南对着坐在外面的英曲喊 这里有个人是你杀的吗 英曲说正好相反 自己差点被他杀了 两人抢劫成功之后 内海着急要去进攻 但是英曲说要等到宝石都迈出去后再嚣张 说坏的语气和抽烟的神态 都很有山智的味道啊 两人约好两个小时候再见 英曲来到这座大楼 因为钥匙掉了弯腰剪 但是没想到正在此旬内海 向自己开了一枪 正因为剪钥匙 所以逃过了一剪 接着山智 哦呸 英曲连滚带爬 躲避枪击 所以英曲拿出了自己的手枪 对准了烟囱上面的内海 不过你这个墨镜大碗上 真的看清吗 英曲连发两枪都打在内海旁边的烟囱上 显然没有要他命的意思 这就是神枪手的对决吗 赤锦休衣退出去了 估计内海也意识到了 英曲没有要取他狗命的意思 感动之余就掉下来了 英曲说三分钟已经到了 于是把烟囱丢向了报纸 报纸瞬间点燃起来 柯娜在里面疯狂装宝石 爬出来之后 柯娜被问里面只有这么多宝石 柯娜说自己也很疑惑 你俩不是抢三个一吗 怎么就这点呢 不英曲还挺好 还给柯娜水喝 看来这个劫匪不太冷啊 英曲说内海是因为那个家伙 就连一半的分城都没有到 居然就要来用我的命 我们有一个小船翻的太不知道了 柯娜意识到英曲可能是被人背叛了 他问英曲是不是打算把第三个人杀掉 所以后柯娜就被绑了起来 还提着水桶把柯娜带走了 没想到开着开着 英曲就把柯娜丢下了车 死伤一脸红地的 老子是团种 你说扔就扔啊 英曲说是 已经扔了 这边得到柯娜消息的毛利大叔终于松了一口气 柯娜把自己知道的情报都告诉了木屋等人 大家都想到了案子背后还有一个人 那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小兰文讯赶来 这个小兰是不是长壮啊 还是粉色太显胖了 看起来就感觉怪怪的 尤其是吃手的时候的画面 看起来太诡异了 小兰和柯娜的大灯泡眼睛对上 隔着屏幕都看出心动 毛利大叔只安慰道 别担心 这小子咪狠 柯娜说累了 可把所有人都直开了 随后又穿上了她的装逼小西装准备出门了 小兰回来看到柯娜不见了 立马找毛利大叔和木屋帮忙 柯娜坐上了计程车 要找英曲 阻止她复仇 柯娜在一个小巷口停下 还眼看上面就有一家名叫新月的招牌 进去之后发现里面有门打不开 随后看到了内海的家 警示厅的人在烟中现场找线索 接着到处再找英曲的下落 柯娜打开了内海家的门 里面黑漆漆乱糟糕成团 拉面还被打翻在地 回头一看就是一个人躺在床上 根据她身上的证件可以得知 这个人就是山路 柯娜还在一裸书的夹村中 拿到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上有内海英曲山路 还有一个带圣光的人 柯娜在垃圾桶中看到了一堆彩色的东西 随后找到了一张前晚HK的飞机票 上面的时间是下午4点 现在时刻是下午2点34分 再不快点犯人就要去香港了 柯娜听到声响就向阳台走去 结果被后面出现的英曲关在了阳台上 柯娜再次问英曲是你杀的人吗 英曲说算是 但是背叛自己的人不是她 柯娜正习惯性地蹲下准备来一发的时候 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没穿鞋 这大概就是柯娜装备最烂的一集了吧 天无绝科之路 柯娜在一个指向后面 发现了一只关小的小猫咪 虽然发现在那背后居然还有个洞 更巧的是下面还有软梯 柯娜下楼后再回到房间内穿上鞋走了 事实证明要关注柯娜还得靠丢鞋 柯娜冲上大街大喊计程车 不会是标准的富二代 轿车丝毫不犹豫 柯娜打电话联系毛利 柯娜派出去调查了千页传来消息 山路死在了内涵家里 还看到了一张四点钟去香港的机票 毛利问柯娜是不是在去机场的路上 柯娜还催促毛利大叔 你快点来哦 等你变身哦 柯娜吩咐手下全部转移到机场 这个其实都有看剧场版的感觉了 一辆车痕在马路上 后面的车全部堵住了 英举下车拿出枪比划道 原来你早就把宝石卖了 换成钱了 给我的分尘少就算了 内涵的分尘也那么少 柯娜嗅了一把杂技 直接跳上了车窗 司机先生看傻一点 柯娜连钱都没付 冲上去准备阻止一场血雨腥风 司机站在原地一脸梦的 接着木木和毛利都来了 英举又要开枪了 刚好有一辆大卡车过来 他走上前放出了足球 踢出去老远 一球把正要开枪的英举差点打翻 卡车过来受了一球 正好毛利当时路过 被反弹过来的足球击中 助手这可是自己人 英举想要杀的人捡起了枪 形势瞬间逆准 只听到柯娜大哼一声 叔叔快蹲一下 英举反应速度超级快 一个下蹲正好球就过来了 足球被柯娜踢过来 又弹在了小车上 最后把拿枪的那个人踢翻在地 赶过来的木木高木和千叶都清呆了 这个骚操作 没点主角光环真的学不来呀 柯娜走到英举的面前 欠你的人情我就还了 柯娜解释说你虽然凶我 但是他一减速把我丢到中央分隔带 日常被问候你是谁 柯娜眼镜片一让 我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死人 小车车江户川柯娜 是个侦探 不知何时 柯娜已经把晕倒的毛利大叔扶起来 坐在别人车上 怎么做出揣都不倒的姿势力说 就这个时间线就不对劲 柯娜便身说道 这件事完全就是保时店老板 倒金贼还捉贼 毛利大叔解释说 内海死在烟中里 是因为当时他想杀英举 但是师祖意外身亡 而在内海家中死掉了山路 是倒金动的手 倒金不认 又到了要正确的环节 柯娜的名词 阿莱莱上线 叔叔你商有泡面的味道 切也突然想到内海的家中 有一桶撒掉了泡面 地上还有被踩过的痕迹 但是内海的肘是干净的 所以木木要求检查 倒金的袜子 倒金问 自己没理由要坚守自盗啊 英举正准备发挥一波 毛利大叔强话说 你是为了骗取保险金 内海和山路 都是信了你的鞋跟着你混 以为你真的能带他们去香港 但是没想到 他们被送上了西天 只是咱也想不到 你竟然那么宽的路不走 非要去拉面汤上走一圈 事后袜子也不换 就到处溜达 柯南被木木夸奖后 柯南说 这个旁边的味道 就像是可丽饼一样 又回到了开局时候的话 毛利大叔说 有一个关键镜头 拍到了英举 那就是他在恐吓小孩的时候 袖子上粘到了可丽饼 英举笑着说 不愧是名称他的徒弟 木木还安慰婚事的毛利说 这下你就没有遗憾 晚会颜面了吧 毛利大叔在回城的路上 特意说 这回推理个平时不一样 柯南只能打哈哈说 可能是为宿罪吧 随后毛利大叔 把闭张和手机交给柯南 让他给小兰打了电话 随后不出意外的 就是小兰的咆哮 好了 今天的案子在这里就结束了 中间剧场动作片的环节 真是惊呆众人啊 四连走一波呀 我们不见不散哦